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一同来读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提到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为奴之家 往江南美帝前进 在那里上帝为他们预备一个安歇之处 但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 都不相信他们可以进入江南美帝 他们在旷野常常抱怨摩西的决策错误 或是他们认为上帝苦待他们 要他们死在旷野 他们的短视 叫他们无法进入上帝应许之地 在摩西律法旧约的时期 上帝看见人的败坏日渐严重 凡复献赎罪祭 依然无力持守圣洁 只好赐给他们新的约 是用基督耶稣的血所立的约 只要我们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基督是主 同时承认我们是会在人性的软弱下犯错 那么耶稣所流的血就可以拯救我们 进入另一个安息 马丁路德是基督教的改革家 他在修道院中过着严格自律 自我克制的生活 为了得着拯救 当时的修士们相信 通过长时间的祷告 沉思苦修的生活 就能取悦上帝 所以修士们每天半夜两点起床 穿上长袍就去教堂祷告 马丁路德想要比其他修士 更得上帝的喜悦 所以他更加加倍的努力 甚至将自己置于死地 但是这些苦行 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 直到他从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提到 一人必因信而生 马丁路德对经文的研究 使他开始发现 救恩不是倚靠自己的苦修 刻意行善祭德 才能得上帝的喜悦 相信耶稣 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 这道理叫很多的人 很难以理解与相信 有一种比较浅白的比喻 是把罪等同于欠债来比喻 好比我们欠银行一大笔钱 耶稣帮我们还清了 银行就不能再向我们要求还款 我们也就不用担心 面对银行的债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为了爱我们 牺牲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给我们另一个安息 每当我们思想或者行为上真实的犯罪 我们要快快悔改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将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一个被原谅的生命 才有能力继续往前走 祈求上帝帮助我们 竭力抓住这个救恩 使我们可以进入基督里的安息 与上帝和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